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大家好 我是沒有記集數的 幾圖經常都記集數的 大家都知道 上一集幾圖都不在香港 這集都是由我張偉雄 以及做了第三集的新主持人小峰 負責這一集 那你怎樣 沒有了幾圖 會不會沒有一支定向神針呢 少少少 不要緊 我們做到一鍋抱也不要緊 那我就跟你選了這一部 今天是主打 八二年生的金字英 是的,那你 對於這部電影 先說說少少那個特色和印象 又是那幾樣東西 又是那個方法 到底是 是不是一部好戲 或者自己喜不喜歡 我覺得整體拍得挺好的 但是普通的我不是十分喜歡 是的 那題材有什麼特別呢 還是 或者叫做 今時今日 這樣的題材 出現在一部韓國片 這樣 變成你要對比的 日本來經常都可能會撞到這樣的戲 香港就少一些 這樣 再看一部 現在 金字英 在不是很熟悉 那個 就是韓國那個 性別的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有些位可能 可能始終是 韓片的特性 或者 有些位 就 有些做這樣的 就是 還有那個結局 對我來說 是有少少 少少洩氣的 就是說一個 那講完也不怕 因為他之前 就是我們 反過來 有個結局講起 他之前可能有很多例子 有很多 生活遇到的問題 去抑壓 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到底 上班 照顧孩子 我最後原來是寫小說搞定的 我覺得 就是 我想他如果要這樣 可能之前 當然他有說過他讀文學 但是 現在對我來說 有少少少 easy way out 這樣 好 我們稍後 就慢慢 去疏理 你的看法 還有 當然 我聽到你這樣說 我也 我也 想接你 就是說 到底是 例牌賽的 女性主義 還是他自己本身有 很特別的 講故事方法也好 或者兩個演員 兩個演員 我自己覺得都可以的 是 原來這部電影 我覺得最 佔最高分數的地方 如果這樣說 好了 那 我們先回到頭淡湯 頭淡湯 聖河西 你早幾天看了 聖河西謀殺案 是的 那 我 你先出個電影 是的 那 聖河西謀殺案的賣點 就是 鄭秀文 做一個 這個角色 首先 這個是 莊梅岩的 舞台劇 因為舞台劇 改變了 我沒有看過 你知道莊梅岩 也算是 香港最有份量的劇作家 第二次 第二次他的舞台劇本 搬上銀幕 上一次是 《暗色天堂》 是的 你繼續 《暗色天堂》 基本成績上來說 都是 演員那部份出色的 那 基本上 2016年 是的 我們 當我 好像很認識莊梅 我相信 香港舞台劇界 但都喜歡他的作品 都喜歡他 用對白去說出 自己 那些角色 可以通過對白 去否釋自己 那種心理 那種鬱結 扭曲 種種的狀態 我覺得 這兩個作品 都有這個特色的 首先說 《聖河西謀殺案》 導演 潘元良 可以 因為拍這部戲 就可以實景 變成一部電影 我們用電影那種 享受 去看這部戲 當然不劇透 可以這麼說 鄭秀文在整個電影的過程 由他 怎樣做 有分愛情 在美國 香港成長 分愛情 結果 慢慢輾轉 走出一個 殺人事件 殺人事件之後 再有一個發展 所謂 遮掩 遮掩之後 再衍生 另一個接近下一宗 謀殺事件 我自己去看 鄭秀文 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又不是 所謂 那種 但是有一半一半 但是你會看到整件事 張梅林 處理的故事 是想說 一個香港成長的女生 怎樣 慢慢在成長 遇到不同的男性 很多婚姻也好 愛情也好 都去到一個叫做 都在衝擊他自己成長背景 那個心性 變成他有些執著 那些洗手狂的那類 就令到他開始 令到他有些懸疑 或者命案 那些東西 就有那些味道出現 另外一個做的對比就是 蔡出賢 阿沙的角色 他就說他是大家姐 和一個隔壁的小妹 隔壁的小妹就是他了 變成在一個成長的路途上面 一個就走一個很陰沉的路 而一個呢 即使是愛情有措折 他有一種陽光活潑的東西 就在做一個對比 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是何西 然後他們講香港人的身份 或者他的過去都是有 在電影裏面有的 是的 Fastback 還有一個 藍珠哥是東大衛嗎 東大衛 你要讀同嗎 有人讀同 好 東大衛 他是內地人 那 故事的層面 又去到那個 就是那些所謂 香港人和內地人的那種 磨合 講到很多東西 有碰雷曼 有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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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體上呢 我對這部電影 挺有好感的 我覺得潘元良呢 所謂叫做 復出 復出 復出的期間裡 這個階段呢 這部是最好的一部 那 有些東西很爽的 有些罪事 雖然當然有些瑕疵 但是那些我們 給大家去討論 其實都不是叫瑕疵的 其實那些是罪事上的方式 好 OK 因為他2017年左右 拍 或者製作 就是可能 某些原因 放了兩年 但是你說的東西 這兩年可能特別 但是都不會說很 過時或者什麼 或者未夠 因為他的東西較空一些 還是你覺得 就是較空了才好 是的 你說2017 我當是2018 那 又經歷了這六個月 我們常常都 其實我們有心去準備 就將香港電影 有個分水嶺 就算這部叫做 前2019的戲 那 他討論那個疑問 發生性俄西那件事 都有一定的準確性 好 這個就不能給分 還有我也不喜歡 不喜歡給分 我也不喜歡給分 是的 那我不問你了 好 那我們 由這裏去 跳到金子英那裏 那裏 引導觀眾 聽眾 去 用電影去看整個問題的時候 她的主題 就是一個 女性 而這個女性 應該是一個 有什麼呢 有妻子身份 有媽媽身份 那她是一個這樣的狀態裏面 她為何會走到一個 一個叫做 思覺邊緣 我們叫做思覺邊緣的一個階段 那 剛才你這樣說 很明顯是 有些叫做 跟女性自身 女性主義有關係 那 你在這方面 你覺得她 她是否這樣想做 跟女性自身的關係 那這個就相當明顯 那我也上網看到 有 的確 就是這個原本是小說 那是有些 爭議的 就是一種良性的爭議 那就是有些人 有些男性 或者 就覺得是 就是整個小說 是有些 就是 架空了 就是好像 就是這樣形容 就是可能他們覺得 某些 情景 或者什麼是一種 很 虛構式的東西 或者 那我 我又不敢這樣說 所以說 可能他們韓國的男性 就 站在自己的角度出發 就覺得 哪有這些問題呢 所以 所以 也是有爭議在這裏 那我自己覺得 有些場面 會不會有太過 就是韓國 韓片式的小小 圈驗得太過勁呢 那我也有些 保留的 不過 整體 那當然她是一個女性的 就是 反映了女性的東西 那我不太熟 韓國的情況 所以我就 不敢說 但是從電影的角度 例如去買咖啡 那些情景 那 有些人 有些男人 或者男女 也有 就在那裏說 有個兒子就不要帶出來 那這件事 可能 很電視劇式 或者比較 表面 做出來 如果純粹電影 就覺得 可以高手一點 你講起買咖啡那場 我可以用這個做引子 買一問 我自己覺得 那場戲 反而是整部戲 整部戲 想做到那個爆破點 不要到 不要到那個位 因為 我們最後看到 金智英其實是 當他明白的時候 他回到頭的 反而 那個是唯一的爆破位 回到頭 你才沒有去到 發瘋 那樣的意思 你去回 你給回 一念無明 一念無明 都有這些戲 你發覺 一念無明 爆了出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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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過他之後 也跟心理師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回到這個 他說覺得很爽 可能他就是 他剛剛就是 爆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看電影的時候 也會想 有時候其實 真的不好意思 有時候可能看電影 即是說進戲院 有些小孩子在那裡吵 都會心裡有些 嗯 我想兩邊都有 當然我不會在那裡說 什麼蟲 形容他們這樣 嗯 但是我想兩邊都有個責任 就是我覺得 電影會不會 過分地站在他那邊 嗯 不過當然沒有一個責任 說要 要持平什麼 但是我就會覺得 渴染了 即將 即擴演成為真是黑白 嗯 那邊就是 這樣的 就是這些做法 那有人說是討好女性 討好 我保守一點點 總之未去到那麼 那麼什麼 但是就 那當然是 雷城 但我這些就覺得 有些保留 或者會想會不會用一些 高一點的方法去處理呢 這樣 好 我們下一節 想問一下你覺得高一點應該是怎樣 其實我 我無論如何都認為這部戲是值得看的 好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說 好 事物 是